嗨小孩们 我是你们的娃妹小堂 上次冷门高分国中结尾挖了一个坑 本期就来天上 带来2021高分良心国产纪录片案例 119请回答 火线救援 这两部都是消防工作纪录片 记录基层消防站消防员的工作 训练生活日常 大家在电影里一般是看他们救火 但其实除了灭火之外 消防员的工作范围很广 他们和派出所民警一样 有派单系统 日常就是接单出警 打119是免费的 并且消防员逢紧必出 上要救援跳楼 下要冰坑捞人 大到处理车祸 小到捉猫救狗除马疯 有时候马路边急救最汉 就连手被戒指卡住 耳环拆不下来 也找119 日常大多数都是这些琐碎的事情 和老百姓打交道 有一期除马疯 消防员三四十度高温穿工作服 工作完满头大汗 委托人阿婆特别热心 拿着毛巾就想给他们擦汗 结果小哥一开始客气拒绝 但阿婆不容拒绝 小子每个人都被按住一顿呼噜 不放过一滴汗 有时候还会遇到报假警 情人节深夜有人报警说 男友有自杀倾向 把自己灌在屋子里 消防赶到现场发现 原来是一场男友劈腿情感纠纷 男的躲在屋子里不见人 女的撒谎喊消防和警察来开门 救援现场突变老娘救节目 消防员梦圈耿住 本来应该出现在派出所的故事 因为乱报假警 而出现在火线救援 消防纪录片肯定少不了救火的进行 他们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小型的厨房烧锅起火 处理及时问题不大 怕就怕遇上大型的 比如有一次厂房着火 先派一位消防员进去查看 还没怎么深入就遭遇油库爆燃 幸好这位老将跑得快 有时候却没这么幸运 比如2015年 消防救火过程中 大楼突然坍塌 5名消防员被埋 牺牲在火场 消防员不是超人 面对工作中的意外 很多时候也无能为力 不是每一次救援都能成功 他们只是做着一份很有使命感工作的普通人 有一集小年夜 消防员一边扫血一边对跟拍导演说 导演问 那你们的职责是什么 保护你了 119请回答处理大警情比较多 惊心动魄 很多例子比较沉重 云云众生的苦痛 生命的意识 火线救援以消防员为主视角 更多集中在他们普通寻常的训练工作 两部侧重点不同 但都很好看哦 离不开你 宠物主题纪录片 讲的是人和宠物的故事 聚焦生老病死 这些重要时刻 人和宠物之间的羁绊和情谊 每一集一个主题 有讲高瘦的宠物 宠物的走失 救助流浪动物等等 养宠物不是一时的冲动 一时的开心 它要对一个生命负责 有个蚕食官的猫猫生病了 病情危急 和人类不同 动物没有完备的血库 需要不断找志愿者猫咽血配型 21个养猫的好心人 前前后后有21只志愿者猫仗义相助 最终成功配型 过程很艰难 猫猫主人耗费了大量精力和资金 但他认为是值得的 有些宠物和人的羁绊特别动人 20年武汉新冠疫情 很多病人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有一只叫小宝的狗狗 一路跟着救护车跑到医院 追着车上病重的主人 护士医生包括超市老板娘 被小宝感动 每天分一些食物给小宝 帮他度过最艰难的时候 他的主人老爷爷感染新冠已经去世了 但小宝一无所知 他每天在医院附近转悠 希望能和主人再见 护士联系宠物救助协会 希望帮小宝找到新家 但小宝性格孤僻 在离养人家里不吃不喝两天 最终无奈 离养人把他送回医院 一年多了 小宝现在还寄养在救助协会的负责人家里 记录片里会科普一些宠物相关的职业 有一种职业叫宠物侦探 有专业工具 专门帮助寻找走失的宠物 还有宠物殡葬行业 第三集讲告别 默默和玲玲开了一家宠物殡仪馆 专门给宠物做遗体清洁 举行告别仪式 火化 做灵味 之所以成立这家殡葬馆 是为了纪念一只狗狗 土豆 它是默默的宠物 去年去世了恶性重流 默默小时候经历过校园暴力 因此不太愿意和人打交道 它喜欢和小猫小狗相处 土豆对它来说非常重要 有了自己切身的悲痛经历 成立宠物殡仪馆之后 它们的工作不是简单机械的做服务 更多的是理解和安抚宠物主人的悲痛 陪伴它们和宠物说再见 外面我没养宠物 平时只是在网上云溪猫云溪狗 但这个纪录片看得我每集都在飙泪 相信养宠物的小伙伴们 应该会更有共感吧 无穷之路 TVB制作的国家扶贫成果纪录片 感觉很神奇 在TVB的镜头下 看我们内地的扶贫工程 片名《无穷之路》一语双关 讲述了国内十个最具代表性的 深度扶贫地区脱贫案例 宁夏西海固 是整个纪录片中 外面最受感动的一个案例 今年有部电视剧《山海情》 就是改编自西海固居民的真实故事 片中的谢大哥 就是山海情中的男主 马德福的原型 西海固的居民生活艰苦 水源只有天上偶尔落下的雨水 甚至被联合国专家断言 这里不适合人类的生存 举村大千玺的提议 应运而生 却遭到许多村民反对 唯独谢大哥从中看到一线生机 经过一系列艰难的开荒 村民们克服了住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谋发展了 疯狂梦想家陈老板 想以扶贫号召钱来办场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山海情里》买了四斤蘑菇的福建大叔 没错 就是他来客串的 现实中的陈老板 签下十万亩荒地 花费整整十四年的光阴 带领一个村的人 在这片戈壁滩上开荒 光是树就已经种了五百多万棵 由于戈壁滩大沟小沟上全是石头 全部需要人工捡出来 光是捡石头 就已经足足捡了三四年 主持人贝尔试着搬起一块石头 都直呼不行 从戈壁滩发展成绿洲 从贫穷到富有 从不可能变成可能 我每看一集都在感慨 咱们劳动人民真厉害 扶贫工作主要就是三个步骤 第一 想支付 先修路 第二 一定要发展教育 第三 安置好村民 让他们能有工作 有收入 一步步提高生产力 这些说来简单 做起来难 扶贫工作也是干了很多年才有了成效 这部纪录片不仅按例深入人心 主持人贝尔也是十分劝粉 这部片也可以叫 他在第一集开始就直接单挑悬崖村5000多级的钢梯 亲身体验过去怒江居民的过江工具六锁 他一路过关斩将 为我们展现贫困地区最真实的一面 却没想到后面还有勾反等着他 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纪录片 绝对不枯燥 感兴趣的小伙伴 看起来看起来 如是生活 每集十来分钟的微纪录片 记录社会热点话题主角们的日常生活 它吸引我的地方在于 它不追随造神的潮流 而是如实地记录普通人的平凡之处 通过镜头 我们能了解到盛名之下 新闻的主角也是一个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56岁的苏敏阿姨决定离家出走 逃离她被婚姻生活绑架的前半生 她从河南出发 通过直播平台记录自己的自驾游旅程 在旅行过程中 她的故事也给予了其他女性旅友 出走的勇气和启发 粉丝通过直播了解到她的扎营点 专门赶来只为回赠她一个拥抱 有男性旅友询问阿姨从哪里出发 听到阿姨从河南开到云南后 敬酒仪式上主持人戏称难事 赔一钱货 在场阿姨们都在笑 但笑声的背后很可能像苏阿姨那样 被压榨了半辈子的生活 大家佩服阿姨出逃的勇气 阿姨向镜头展示了她胸口的刀疤 她并不是勇敢 只是被生活逼得无路可退 阿姨口述了自己的前半生 作为一个家庭主妇 不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 买菜钱花多了 政府就质问她钱都去哪了 为了攒钱买车 她省吃俭用 娘家人却埋怨她 阿姨决心出逃自救 临走前 她告诉丈夫自己即将离开 丈夫毫不在意 没有人会理解一个女性积攒的痛苦 竟能成为她义无反顾的动力 出走后 阿姨表示自己的心态改变了 变得更快乐了 对于婚姻的观点 她也发生了变化 从前她一直想要离婚 但阿姨生活困难 只能忍气吞声 现在她却希望和丈夫多点沟通和理解 她鼓励年轻人不要恐惧婚姻 我说其实没有了 其实这个婚姻是美好的 这是我没把它过好而已 关于未来她没有计划 只想享受当下 出来活动了这么久 一会儿才感觉 自己也可以排第一位一段时间 这部纪录片同时也记录了 大山校长张桂梅 中年网红吕爱梅 楼兰保护站工作者等等 这些人在舆论吹捧下 变成了伟大的人 然而一旦他们的普通之处被发现 又会有一波毁神运动 今年3月 苏阿姨曾被质疑出逃是骗局 张校长也被认为过度捧高形象 如是生活告诉我们 逃离婚姻的苏阿姨 也是个对婚姻生活仍有期待的中年女性 无私奉献的张校长 也会因为无暇顾及去世亲人而落寞愧疚 纪录片的主人公们选择如是生活 只是为了做自己 而作为旁观者 与其单一的定义他人 不如在纵观全局后汲取一些养分 以上这些纪录片没有综艺好玩 有的反而可能催泪 有点深刻 但他们非常真实 真实中带点小励志 小治愈 能看到一些平凡生活里不平凡的事 不平凡的羁绊 不平凡的情感 纪录片里观察到的百态人生 从中得到的共鸣 能让我们的心更柔软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也诚挚把这些推荐给大家 如果有被安利到 不要忘记点赞投币收藏 以点赞连支持娃妹哦 关注娃妹 娃妹在这里等你哦